一臉无辜表情 他是北市人癌医院放射献科主任杜欣阳 涉嫌收受厂商回扣 晚间遭移送北检附训 竟还辩称不知情 其他嫌疑人被带到北检时 有人用外套双手全程遮脸 而衣裁厂商老达力负责人林玉良也被约谈 林玉良过去还曾跟名模洪小雷传出绯闻 全台六大公立医院爆发采购弊案 廉政署展开大搜索 包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中兴仁爱及和平三大院区 熟立台中医院高雄荣总和高雄国军总医院都涉案 减联缤纷39路北中南突击 一共带回27名证人和被告 其中不罚知名放射科肝胆科熊枪科医师 至少有7名主任及医师在内 这一台台医疗设备包含X光和磁共振仪器 各医院向老字号老达利医材公司采购 涉嫌医师刻意设定特殊规格 限制竞争 土力特定厂商 向老达利收取3%到10%的回扣 不法获利超过千万元 对过去有公益医院在仪器采购上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就自己针对这个做一个期议 那经理不外乎就是 是不是有不恰当的限制厂商 几年出动130多人大动作轻插 要将涉嫌贪污的医师和厂商一网打尽 扫出白色巨塔里的不法情势 记者阿公亚迈 温思汗 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